经济发展对台北市未来的国际地位跟产业发展 有非常关键的影响 这也是为什么当这件事情发生以后 我们积极的我们希望到各地来招商 所谓招商就是因为我们台北现在有这么好的一个战略位置 更重要我们台北我们现在高科技的人才 高科技的资金甚至我们的行政效率 我们相规的法规制度 其实都是比大陆上任何城市更有竞争力的 这也是今天为什么我到这里来 我们到矽谷去拜访师科拜访Intel 我们就是希望他们加强在台湾的投资 甚至把他们的区域总部或者是研发中心 设在台湾的台北 来帮助台北发展产业 甚至让高科技在台湾台北深耕 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我觉得从两岸的关系上讲 从台北未来发展来讲 都是非常关键重要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就是520以后 我们整个大方向的转变 我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这也是一个好的方向 只要这个方向是对了 我觉得未来的发展只有快慢的问题 而没有说让一般我们台湾民众 或者在海外的侨胞 担心国家定位 国家走向上的问题 这是非常值得大家高兴 甚至欣慰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们大家也看到了 就是在这过去一年左右 我们很不幸地面对了一个 经济上的金融海啸 金融海啸虽然是在美国或者欧洲发生 可是我们台湾也不能够幸免 所以目前台湾的经济状况 是非常非常的不好 拿几个简单的数字来讲 台湾过去这么多年以来 就是我们经济成长一直都是正 从来没有负 甚至经济成长都是 甚至三到六之间 也从来没有很接近一二 可是今年我们经济成长并不乐观 另外台湾的失业率 我们过去大概都是一%两% 大家就觉得很严重了 那目前大概已经到四点五 失业率四点五% 这在台湾在过去历史上 大概就是历史上 第二高的一个失业率 所以台湾的经济也面对一个 金融海啸的冲击 目前台湾的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 这是事实 可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我们台湾有些 跟国外金融海啸不一样的地方 譬如像我们台湾 也是所有中国人 台湾人都是一样 就是习惯于除续 所以大部分人都有除续的习惯 而且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都是量入为出 我们没有很多的贷款 或者我们没有就是 就是债留子孙这样的习惯 所以我们看到国际中间 金融海啸的时候 很多银行金融机构倒闭 可是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的是 台湾到现在我们没有一家银行关门的 就是因为我们台湾金融上是相当稳定 所以我们虽然我们现在我们生产的东西有点滞销 我们的国民所得有一点减损 我们的台币汇率现在在就是贬值 甚至我们的失业率现在比较高 可是我相信就是基本上台湾的体质比国际间其他地方是好很多 另外基本上中国人勤俭 刻苦 耐劳 甚至在逆境中间奋勇向上这样精神 绝对在台湾是存在的 所以我个人是非常相信 就是等到这一波的金融海啸过去 景气回春的时候 台湾一定是第一个就是恢复景气 甚至第一个一要而起的一个地区跟国家 再讲台北市 台北市我想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城市 甚至在场有非常多的先进好朋友 就从台北来的 如果说这几年没有回过台湾 甚至没有到过台北的话 我真的建议大家回去再看一看 因为台北市是一年一个样 年年不一样 一年比一年好 台北我们目前的捷运 已经连续四年 是在世界轨道协会评比 世界第一 我想做过台北捷运的人 一定会对台北人的公民素养 以及台北人的文化印象深刻 甚至包括目前大陆来台湾的观光客 我只要碰到的 我都鼓励他们去做做台北的捷运 捷运里面不仅干净 有秩序 所有人都排队 而且所有人在捷运里面不会吃东西 不会土壇 不会乱丢东西 更重要 捷运里面 我们也有中国人传统的敬老尊贤的习惯 只要有年长的人 一定会有人让座给 年轻人让座给年长的人 所以很多大陆客到台湾 只要做了捷运以后 就对台北市印象深刻 而台北的第一不只是捷运一项 我们的无限宽频 我们的环保回收 也都是世界第一 最近就是在去年年初的时候 上海四国要开一个区域叫做城市点半区 换句话说就是在全世界 你如果你觉得这个城市里面 你做的最好的项目 可以拿出来给别的国家 别的城市来学习的 你就来申请 那个时候总共有二三十个国家 总共有一百多个案例提出申请 台北我们提出两项 一个就是我们的环保 一个就是我们的无限宽频 我们的无限宽频是世界覆盖率最大 最大的一个区域 结果台北市 这个评审是由国际联合国的一些 各组织的负责人在评的 结果台北市唯一的城市 我们拿到两项 其他的像纽约伦敦 北京上海都只有一项 我们两项 我们当初申请两项是希望有一项 结果我们是唯一的城市 两项通通入选 作为上海四国典范城市 典范城市的项目 我们不只是我们的科技 我们的环保 可以作为其他城市学习的典范 另外我想大家都知道 台湾的治安就很好了 台北不仅治安好 而且台北是个友善的城市 是个方便的城市 你现在到台北 24小时 任何时间你走出来 你不必担心你在这个城市里面 有什么安全上的顾虑 任何24小时之内 你走出来你在500公尺之内 一定可以满足你生活上必须的基本要求 比如说你要出来买点东西 甚至你要去晚上你睡不着觉 你要到书店去看书 我们有24小时的书店 去年8月的时候 我到纽约去访问 刚好碰到 就特地去拜访 纽约安尼 主要是跟他讨论 看怎么样把治安做得更好 纽约安尼他非常骄傲地跟我讲 他在他的两任市长任内 他原来纽约 就是重大刑犯罪犯的犯罪 一年差不多是2000件左右 2400件左右 他说经过他8年的努力 他结果现在后来变成原来的四分之一 只剩下600件左右 一年600件左右 他非常骄傲 而且我想大家都知道 纽约安尼很重要的一个政绩 就是他把纽约的犯罪率明显地降低 而且他打击犯罪是他最重要的政绩 那接着我就问他 我说那纽约人口多少 他纽约区人口850万 他接着问我 他说那你们台北犯罪率怎么样 我跟他讲 我们台北人口260万 我们一年像你那样讲的重大犯罪 只有20到30件 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把人口算成纽约的人口的时候 我们犯罪率是Juliani非常proud 在这边跟我们讲说他治安多好的十分之一 这就是台北的治安 台北的治安事实上是所有国外到过台北的人最肯定的最喜欢的 所以现在各国驻外的代表 甚至一些重大企业派到台湾的人 我们知道大部分到国外他都有一个海外津贴 台北市是我所知道少数城市没有海外津贴的 因为所有来的人都非常高兴 甚至来了以后都不愿意走 所以公司或者国家都发现 不需要给海外津贴 他就会到这里来 甚至他非常快乐 高兴在这边做工作 甚至在这边他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谢谢大家